前面180 后期的雷下 哇 再往 这个下法真是盯住了 俄罗斯的利亚扎诺夫 他资格赛是排在第八的 但是刚才介绍过资格赛跟前一组 就是排在前六的选手的分差 尤其是第七第八名差得很近 他跟之前的选手差得分不到一分 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后上类呢 其实他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难 是他属别很高的 后上就是地 后上180就上到地了 好 来看一下 内村的横平 内村的跳马 这次小白后是900号 跳得非常非常轻轻 莫迪东西小冰 应该这一跳应该算是很完美 对 因为内村从刚才比安马比吊环 一直到跳马 他都是球稳 他这个跳马也不是选了难度特别高的动作 是一点路起平的一个动作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扣分的地方 对对 内村他自己在去日本的时候 他开翻门会 他到自己最大有点就是 他的空中概念 转体的头脑很清楚 他的他可以就是自己知道自己转到多少度 也应该算是一个天分很高 你看他落地非常非常正 而且他的空中姿态 刚才我们看到了 非常一点都不走 这样都不勾 对 并得非常 对 并得非常 我们看他的落地离中心线 这一条应该在16分 对 很标准 这线两边紧挨着一边一只脚 那在16分1 10分2左右吧 他前三轮尽管不是很强的项目 都已经排名第一了 这一项下来应该 对 估计能有两天 第二没两分 两分多了 后面的两项 他还要比的是双杠和单杠 那两项对他来说 应该是他的比较强的项目 对 他只要稳当地发挥出来 应该是很有希望的 接着来看跳马 乌克兰的选手 酷生科夫 跪着 对 630 空中还可以 但是落地的时候 没有准备充分 一脚跪下之后 另外一脚迈出了 好像迈出了落地区的 垫子之外了 这应该 得分也不会很高 利亚詹诺夫 双杠 14.925 再来看一下 双杠 这轮比双杠的项目的 我们说过的是第二组的选手 也是第七到第十二位的 也是实力比较强的选手 现在正在进行的热身 就是双 就是在打杠 对 因为每一个人 他这个杠下墨力 其实就是 先看一下这个 他的跳马 跳了14.4 对 得分应该是比较低了 捏他的落地 实在是个问题 然后封杠每一个人 都要去打钢 因为他杠下 这个墨力要需要 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 他会除了打一些 像大家可能 观众看 我们都是打的粉 其实我们会 打一些蜜 因为蜜会 粘一些 所以在蜜 然后上面再打一些粉 会比较好抓一些 来自波多利哥的 后上一把 大按环 大摆前上 像支撑 提贝尔特 可以看到他的手 一直 有这个调整的洞 因为 都是每一次都会 下来 这一套可以说 没有韵律 可以说 就是 看上去很慌张 我注意到 这次转播呢 比较照顾这位选手 基本上他的成套 都会给他切出来 我想可能是因为 他是 就作为波多利哥的选手 而且是 在这次世纪赛当中 资格赛就排在了 第12位 应该说是一位 很值得关注的选手 因为对一些 体操应该也是一个 都在 更多国家参与和发展 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 对 而不仅仅是我们 通常熟悉的那些 体操强国 好 再来看一下 这是来自 哥伦比亚的选手 吉亚拉多 单告 资格赛 他的成绩排在 第17位的 这上一位的分音达 打出来准备这位学生就准备要开始了 那么单杠的高度是2米6 从垫子上开始算 从地面算是2米8 可以看到他后面是一位 应该是一个中国教练 可以看出来 很多现在像澳大利亚美国 包括很多国家像卡特尔什么 也有很多很多中国教练 因为中国来讲还是 体操强国 人才比较 体操训练的体系 包括这是一个金根约杠 应该叫好像叫盖洛德 一会回放中看一下 这个动作很少见 应该叫应该叫盖洛德 我们一般叫金根约杠 他就是前方翻抓 就是大家带大家看一些老城镇的一个飞行动作 突然间出现一刻 其实分值 有些时候分值差不多 但是突然间 先来看一下刚才的 波多利亚美国选手 双杠得了十三点四二五分 那么他的原因 一个是不是很难 而且第二 杠上的一些调整 还有倒立的角度 会影响他的完成分 现在是 吉林斯跳马 应该说吉林斯这套动作 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比刚才那个前一个 他们俩跳同样动作 只有落地要比他 要好很多 但是真的是不是不算难 这个动作 6.2 权能的比赛 我们看到选手各套动作选择的难度 应该都是一个比较中庸的 球稳的一个难度 对 因为权能选手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就是说 因为他每一样项目都要 对什么 都要会 对 所以他平常训练的 强度来讲是很大的 所以每个项目 如果看 想看每个项目 最高水平的比赛的话 是看单向决赛 那么是看每个选手 综合势力最强的 是看权能 而权能金牌的含金量 要比这个单向要 真是要高 对 而且 全能选的 全能选手 他最初有强 就像比如说 内村旁边 大家可知道 他的自由操 现在已经在自由操 排第一 除了他每项都比较平均以外 他只要有几个突出的项目 就会在全能里 就会选的 比别人要高很多水平 14.150分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选手 吉亚拉多的单杠成绩 像以前权威哥 他每次比完全能以后 他的单向 比如说阿玛特会进入 单向的前八名 他的调划 能进入了世界前三名 他的双杠也拿过世界温 所以说他 所以他这样起来的 来讲 他肯定 他的圈能会非常非常厉害 比瑞士的伯恩切斯坦 比自由操 简直小花儿 后支两周开场 前手关心712000青团 电子小花儿 电子小花儿 后支900间 前团180 这是地上欧市 前团三圈 这是日本手动力 大家可以看到 十个人坐在里面 只有九个人都有这两个动作 就是一个 比较长 因为他要满足组别的需要 对 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动作 因为日本道理是C 这个简直快速接 后支 180 一周半 简直小花儿 前团两周 哎呦 这个深蹲 深蹲 虽然说没有失败到最大地上 但是这样 扣分应该也不会太少 因为这样 印象分不会 因为他结束不是很富裕 很狠 对 因为呢 这个要求选手是要有控制的落地 那么在 自由操他的成套当中呢 他跟其他的组别像这个高低 像这个双杠 单杠 吊环 安马不一样 他只有四组动作 那么他的这个下法动作 就是他最后这么一个技巧串 托马斯 双杠 英国选手 这是英国队 是两位选手进入了 男子个人全能 一位是之前的 基丁斯 一位就是托马斯 他们的资格赛成绩排在 基丁斯好一些排在第四 那么托马斯资格赛排在第九 这看着他双杠 这是一个 群上 分天上 这是一个 后上 用道理 前半体一百八 是前通翻寡 分队前通翻寡 这套的起平分也不会挺高的 对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平常的套 中中的套 对 而且他的上法 我们可能看到 其实这个 双杠项目 他的上法和下法 很多运动员都这么做 下法大家都知道 是个D组的后续两周下 上法都是个B组的 分期上 分年上 这些都是因为 有些都是凑一些动作 对 有一种说法 也叫凑难度 但是他这样做呢 其实每个运动员 他之所以的动作相似 是因为 是有组别要求的 他要把这个组别要求 都完成了以后呢 能力强 才能去做一些 难度比较大的 这个单个的难度 尤其像体操 这个 这是一个 在瑞士学校的自动操 得分是14.425 尤其像体操运行的时候 就是说 其实单动作训练 跟这个乘搭训练的 差别很大很大 因为像大家看到 迈克内尔 跳马 美国选手 这是美国这次 男子跟拳能表现最好的 现在想翻 后支 7.2 轰轰 弯腿 对自己的 完成还比较 就像我们说 有时候 看单杠 我们会学 有单杠 做下法 做1008选下 或者是 双高 有做 旋下 旋下 旋攻翻下的 包括自由操 可以 团伸 旋边 旋下 团伸 旋边 结束 还有 吊环的 直立旋下 其实 单做完成 因为你的单做的体力 和这个单动作体力 包括 这些消耗都没有那么大 所以自己完成都很好 但是一旦 加入重套 它是最后一动作 你就跟单做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 大部分都会采取 比较 简单的一个地址 现在看到的是 日本的田中 表演的这个双杠 一后上 一后上360 接大欢 居两个挂 可以看一下 他的姿态 做得 非常好 支撑后座的流光 支撑后座的流光 前半挺180 前半挺200 支撑一根杠 建了一个病腿的 横杠机器上 病腿要比分腿要 比较难一点